中国最近几年推动一带一路政策 期望发展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加强沿路的基础建设 另外中国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 期望去到2025年中国由制造大国成为制造强国 中国有分析说美中贸易战正正由此而来 究竟两者有什么关系 时事平台 星期日晚8点35分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